Dubicat Path Attack 主要是利用不同Windows API中 在路徑解析上不一致的問題 導致我們可以借此 hijack其他process 甚至系統上的服務 達到UAC提權 這場議程的講者 ADR是目前台灣專注於 Windows Secure的研究員 並擅長於Windows malware的研究 在這場議程中 他也將介紹經過Reverse後 UAC的實作與分析 讓我們來掌聲歡迎ADR 不好意思 我剛剛以為Mine沒開就笑太大聲了 好 我這場要講的是 裡面會包含UAC的整個逆向工程 然後還有 今年3月爆出了一個新的洞 那其實這個漏洞當初被披露出來的時候 大家其實沒有到很在意 就覺得這可能是UAC其中的一個利用面向 那經過一整個完整的reversing之後 你會發現說 它其中整個設計的架構上面 就出現了問題 所以可以達到WIN10也不好修 那在這個議程裡面 我們等一下最後會有一個live demo 我是以Windows 10的 企業級的最新版本做測試 然後今天也上到最新版本 對把虛擬機伸到最新 其實心裡有點抖 對 好 我們開始講議程 那在講議程之前 就我現在是台科大碩班 然後之前在Blackhead Asia DevCon VSCon跟HitCon有講過 然後 如果這一整個議程講完 你對UAC的細節還是有興趣的話 更完整的細節你可以在我的部落格 就是台灣30cm.tw這樣子 可以找到我的部落格 然後 這是我的email這樣子 如果你有興趣想要跟我研究更多的話 好 那在這整個議程的session 我把它總共拆為三個細節 第一個是UAC 我們透過reversing的話 我們可以理解到整個 微軟在設計UAC這個保護機制 從Windows Vista之後 就引入了UAC的設計機制 那我們想要探討的是 UAC它設計的理念是什麼 那在Windows 7之後 有別於Windows Vista 它多引入了一個 自動提權的一個設計在裡面 那它是怎麼去驗證 一隻程式起來 它到底可不可以被信任 那如果可以信任的話 那就應該下放自動提權的部分 那在這裡面我們後面會提到說 像是Windows的權限是怎麼做分發的 然後它在做分發的時候 那它怎麼去驗證一隻程式可不可信任 在這裡面其實有兩個驗證環節 那在後面的環節我會提到 它分為認證A跟認證B兩個認證環節 那就是在認證A跟認證B的環節裡面 會去驗證說這隻程式它的路徑的問題 所以在第二個環節裡面 我們會去提到說 在認證環節裡面 它去驗證一隻程式發起的目錄 是不是可以被信任的目錄 那後面它在路徑上的解析引起的問題 怎麼被利用 那組合起來 我們怎麼達到一個萬用的提權漏洞 好 那在一開始我們要先提到 關於USD的設計的保護機制裡面 我們用逆向工程的去分析 那如果你有興趣去看USD這個設計的話 它其實在 它是在你的Windows作業系統裡面 你在系統服務可以看到有一個保護 叫做Application Information的一個服務 這個服務你把它點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是以 它指引程式是以SVCH host去執行起來的一個系統服務 系統等級的一個process服務 那這個系統等級的process服務 當你在按 比方說有一些像你用線上遊戲外掛 或者是用一些程式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叫你用右鍵開啟 以管理員全線執行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它彈 這個時候Windows會彈出一個視窗跟你說 這支程式要求你要給它一個高權限 它是低權限程式 但是它要求比較高的權限 那這個時候使用者就會問使用者說 你到底要是或否 要不要給權限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有興趣用process explorer 或者process monitor 去監測 你會看到像這樣的狀況 就是會有一支SVCH host的process 系統等級的process 高等級的作業系統等級的高等級權限的一個服務 它分發出了一支叫做 concent.exe的UI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的標題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問使用者要按是或否的這個視窗 其實是concent.exe這支程式 所彈出來的一個視窗的UI 所以我們會知道說 那其實在這邊 如果你有看到這邊 你會發現說 那對一個分析人員來說 它有興趣的點在於 第一個 為什麼這個UAC的服務 為什麼要去彈 為什麼它要去喚醒 concent.exe 這是我們第一個想要知道的 它中間是不是有任何的傳遞參數 或者是它是怎麼去做認證的 中間的過程是我們有興趣的 第二個是我們如果能夠透過reversing的方式去理解 它是怎麼叫起concent 那叫起concent總是有意義嘛 那我們想要去理解中間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有沒有辦法去惡意利用這樣子的意義 那最後就是 理解完之後我們就可以去做濫用的部分 那所以比方說 你可以去看一下這一支UAC服務的 在process monitor 裡面 你可以看到像這樣子的一個 點兩下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用appinfo這個標誌把它叫起來的 所以你會知道 到這邊你會知道說其實 因為很多服務其實都是由SVCH host 叫起來的程式嘛 所以你會知道說 它應該就是appinfo.dl 這支module所負責整個UAC服務的設計 那說到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談的東西 其實是關於process在Windows上 是怎麼做全線分發的 那當我們談到作業系統 怎麼分發新的process這件事情 那主要我們會關心的有兩點 第一點是 一直新的process起來 它的程式碼應該擺在哪裡 因為你總是要有執行序 去執行某一塊記憶體裡面的程式碼 那第一件我們關心的事情就是 程式碼我們應該擺哪裡 第二件事情是 就是執行序該如何去執行 所以我們就要談到程式碼該怎麼擺 然後執行序要怎麼分發這兩件事情 那如果你有寫過Windows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就是 整天摸Windows API 那你就會知道說 在Windows這邊 無論你用share executor 用system 用其他的API function 最後都會回到三本加函數 就是我們所稱的 create process as user create process 跟create process with token 這三個API 那這三個API的差別 差在說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 像是用create process 這是大家最常用的 那比方說 你今天parent process 用create process這個API 創建了一支 focus出一支新的process 你focus出一支新的 你發起一個請求 要求kernel去創建一支 新的trial process 那這個時候你會看到 這個請求打進去kernel之後 kernel這個時候會先 創建出一支新的process 這時候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所以你可以把process 想像成是一個空的容器 然後kernel會負責下放全線 就是你parent process 全線是多少 它就會下放一樣的全線 給trial process 接著它會做file mapping kernel會做file mapping 把process 就是從 躺在SSD裡面 你的程式碼內容 整份做file mapping 就是根據session header做映射 那你映射完成之後 這時候kernel說 你程式碼已經映射完成了 已經全部都擺進去到 process裡面的記憶體裡面 那這個時候 就會再創建 孵化出一支新的thread 那新的thread 就會去執行rto user thread start 也就是說 一開始任何一個執行序 它第一個 EIP 一定是 EIP RIP一定是被設置在 rto user thread start 這個function 那 這個function上面 就會去指向到目前的 EX307 RX307 會指向到目前的 address of entry 那接著 當這個 執行序一執行起來的時候 它會先走進去到 rto user thread start 然後檢查說 欸 你現在這支程式還沒有被做 application loader的實作 那這時候就會踩進去到 LDR inneuralist sync 跟LDR inneuralist process stack function 去幫你修像是 你的引入函數表 import address table export address table 跟relocation 還有 像是你的資源可能要做 重定向這些問題 那最後全部application loader的部分 都實作完成之後 就會jump進去到address of entry 你的程式就叫起來了 不過 如果 因為這是正常 如果全線 你的trial process 所要能夠拿到的全線 跟parent process 是一致的情況下 它的狀況是 就是這麼簡單 做完file mapping 新的指令序分發 就可以叫起來了 可是 今天如果我們要牽涉到 因為vista機制之後 你的全線 會有不一致的狀況 比方說你今天是高全線的程式 想要遮罩掉部分自己的全線 或者是你是低全線的程式 想要拿更高的全線 那這時候就會有個問題 那總是要使用者來確定 要跳出一個promote 問使用者說 欸 這隻程式想要被叫起來 以高全線 或者是以比較低全線 那有全線的不一致的時候 就一般會用 像是share execute 你可以指定用runners 或者是用create processus user 或create process with token 這兩個函數 那它這兩個函數可以指定說 欸 我創建程式 我要遮罩掉部分的token 或者是我要拿到更高的全線 然後這個時候就會 這個時候你發起這個請求 我有不一致的新的trial process 要叫起來 這時候kernel會先lock住 然後打一個rpc請求過去 問你userlan的uac服務 就是那個svchhost的程式說 欸 今天有一個新的trial process 想要拿更高的全線 那你要不要給它 如果今天uac服務 就會去檢測 拿到這個rpc的請求之後 它就會走進去到 appinfo.dl裡面的 AI launch administrator process 這個callback function 那這個callback function裡面 會去負責去驗證說 你這支新的trial process 到底有沒有資格 拿比較高的全線 有的話 它就會去經過 兩層的驗證邏輯 那如果兩層驗證邏輯都過 它就會孵化出新的process 然後 再把rpc請求恢復 那這時候 kernel就會孵化出新的執行序 那如果你今天兩層驗證邏輯 驗不過 那基本上就是被拒絕嘛 被userlan的uac服務拒絕 你孵化出新的process 那這個時候這個任務就會被取消掉 那kernel就會說好 我不要繼續創建新的程式出來 那我們在意的點就是從 rpc請求被打出去之後 在userlan的uac服務 在appinfo.dl裡面的 rii launch administrator process 這一支callback function裡面 它到底是怎麼去實作它的 那後面我們要談的就是 在驗證邏輯裡面關於它 任何一支uac服務 需要uac全線的服務 或者是程式 它是怎麼做認證的 那有沒有安全問題 跟怎麼利用的一些向量 那 最麻煩的點在於說 你以為 就是那時候我就直接在google上面搜尋 appinfo.dl 就一搜尋 沒有 都是什麼貓未分析 用到appinfo.dl 什麼鬼的 就是沒有任何做reversing 那就 你以為有解答嗎 沒有 所以就只好自己逆一下 好 那所以以下接下來的東西 就是再往下下一頁開始 你只要看到這隻貓 就代表是 在網路上我找不到這個資訊 然後我用idapro自己按出來 跟自己猜出來的 根據參數猜出來的 所以你只要看到這隻貓的圖案 出現在簡報上面 就代表我不知道答案正不正確 畢竟微軟不會給我source code驗證 我希望我這場講完之後他會給我 但是他們不會給我 所以 就是可能是我猜錯或猜對 那我們可以從簡單的開始 我們從pulsure 叫一隻 就是a.exe沒有數位簽章 我用gcc自己編的一隻程式 然後給它run us 的一個參數 那這個時候 你會看到 這個時候如果你用idapro 或者是用grida 或者是用一些oliddebug 這些程式 attach上去 這時候你會看到 在它的appinfo裡面的 airlaunchadministratorprocess 這個code function裡面 它被踩到了斷點 那這個時候這個斷點 它裡面 這個函數總共有13個參數 那因為我個人的能力還不夠 所以大概只有逆出了 13個參數裡面 我只有逆出10個啦 有3個我猜不出來那是什麼東西 那裡面就是像是 如果你有寫過 用過create the process 這系列的函數會有 像是exe pass啊 full command 或者是 如果你想要創建一個暫停住的process 可能要下debug的symbol 或者是你想要創建一隻 比較高執行權限的一隻程式 那就是在creation flag 然後你可以指定它的執行目錄 然後它的環境變數之類的 那 它一開始執行起來的時候 比方說你現在是 一隻低權限的plan process 叫了一隻高權限 需要高權限程式的一隻trial process 起來 那它第一件事情先用nt open process 去確認 你的plan process有沒有死掉 那確認這件事情的意義在於 因為RPC服務 它基本上是一對一的一個服務 所以 UAC服務一次只能解決 一項一項一項提權的請求 它不能一次併發去 同時處理多個 所以它要先確認 比方說你今天這個 它的queue裡面 它的任務queue裡面已經滿了 那所以它就會有先確認 搞不好我執行到這個任務 parent process已經死了 那就不用再幫它 浮化出新的服務 所以它這邊先確認 parent process沒有死 它再繼續往下走 那往下走的時候 它先用了 RPC in person at client 這個API 把自己 因為UAC服務本身 是一個system等級的一個服務 那它先把自己降級為 parent process 就是發起這個請求的parent process 等級的權限 然後它用了 nt open thread token 跟nt duplicate token 然後再用RPC reverse to self 這兩個function 那你可以看到它先把自己的權限 給降級之後 然後拿到目前 那一支發起這個請求的parent process 的token之後 再把自己的權限 回到高等級的UAC服務 接著它下一步就用 nt query information token 那它這一步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拿 因為有些parent process 它就是有console的程式 那它叫了子程式 比方說你用tisk key 或者是用ps之類的命令 那你pipeline要對接嘛 它就是拿pipeline的資訊 幫你做trial process的pipeline 資訊對接 那下一步開始 這裡開始就是重點了 那它先用rpc impercent.net client 先把自己 又再降級一次 那這個時候 它先用createfile w這個function 去把 以parent process的身份 嘗試去做file mapping 把trial process的記憶體內容 嘗試用createfile 這個function 去Mapping到UAC服務裡面去 那這一件事情很有趣的原因 是因為 它先把自己降級之後 然後嘗試去做file mapping 它這一件事情在確保 dacl本身沒有被繞過 因為如果你是系統服務 基本上你大部分答案都可以讀 但是如果你是一些 有跨權限請求的狀況 那在這邊dacl 可以因為createfile 這個降級過後 去引用這個 再去調用這個API 可以確保dacl有正確的運行 那在下一步開始 這邊就是我所 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整個自動提升 UAC自動認證提升中 有兩個驗證關卡 這個就是認證關卡A的部分 那認證關卡A的部分 它會先把 你現在要孵化出的trial process 它的path 先用getalonepathnamew 這個nt檔案系統的路徑函數 先取一次 取完之後 再用rtldosepathname to relativepathname 這個方式把它轉成 對應於dosedevice的一個 全局的一個path 那通過這兩次轉換之後 那你就可以拿到一個 有傳統的windowsdose時代的 prefix的一個global的路徑 就會有斜線問號問號斜線的 一個global變數的 prefix的一個變數 那你就會看到像 接下來它驗證的就是在驗證說 你這次程式trial process被叫起來 那理論上一般新的程式 你要拿比較高的全線 它都要經過concent.exe 跳出ui 問使用者要不要同意嗎 那我現在不想要讓使用者 每一個問題都要問說 使用者要不要同意 那所以它就先檢測說 你的程式新的trial process 是從c草windows裡面叫起來的 然後c草windows這個目錄本身是dacl 指定大部分的人不能寫 只有系統服務可以寫 所以這應該可以說是安全的 或者是c草program file 或者c草program file x86 那如果你是這些目錄底下 他就覺得說 可能不是像是桌面啊 或者是文件夾 或者是音樂 或者是你的d草這樣子 這麼容易被寫入的地方 那他就覺得你可能是 可能是可信的 那接下來下一步 他會確認說 如果你是c草的program file 或者是program file x86 畢竟在program file資料夾裡面的 每一支程式 都不一定是可信的嘛 也有可能貓未嘗試 把自己安裝在c草program file裡面 所以他特別去驗證說 像是program file底下 你的程式的路徑 絕對路徑是不是在 Windows Defender 或者是Windows Journal 或者是Windows Media Player 如果是這些 就是屬於微軟 他自己第三方安裝的程式 他就會去驗證說 他就會給一個是 4000的一個flag 就是屬於 大概是可以信 是微軟自己發行的 一支目錄的程式 但是 UAC會知道這件事情 那接著 他再繼續往下走 如果你是C草Windows 開頭的程式的話 他再繼續往下驗 比方說你的程式目錄 是從Debug 或者是PC Health 或者是從 C草Windows System32 COM裡面叫起來的程式 那他就會覺得說 這些程式是屬於 像是Debug這種東西 其實在履歷時階段 不應該出現嘛 那如果你是這些 裡面的目錄 那UAC不該給比較高的權限 所以他這邊 這一份清單裡面 總共有32個條 不同的資料夾 然後如果你是裡面的 任何一種 它就不會讓你自動提升 給你比較高的權限 那其實我覺得 比較有趣的是因為 因為就是 美國中情局CIA那邊用了 就是抗原件 然後自動操作檔案 去繞過DACL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特別把C草Windows System32 底下的抗原件 全部都BAN掉了 那所以才有Win10的 新的這個打法 那他再繼續往下走 如果你是C草Windows 開頭的目錄 那他接下來就繼續驗證說 你是不是C草Windows System32 或者是EHOME ADAM或者是WOW64 之類的程式 如果你是這裡面 像是C草System32 或者是WOW64 這是屬於Windows本身的組件 那Windows本身的組件 基本上就是關鍵組件 所以你一定要給它 比較高的權限 那如果你是這些 比較敏感的 就是系統本身的目錄 它最後就會給你一個 6000的一個Flag 那這個Flag 就代表說 你應該基本上 目錄 從目錄的路徑而言來說 是可以被信任的 系統程式 所以他接下來 又再進一步去驗證說 你是不是SYS-PRIP 或者是INET-MGR 如果你是這兩隻的話 它額外再用 AIP-Match-Original-File Name 這個API去驗證說 你的程式的版本號是最新版本 然後你的資訊清單 在執行階段 跟編譯階段的檔案名稱是一致的 那它就認為說 你的程式沒有被 hijacking 那它就會給你一個 8後面5個0的一個Flag 那無論你有驗清單過 或者是每 就是你驗簽章加上版本號 還有檔案名稱 全部都過的情況下 它會給你8後面5個0 如果你是沒有驗過 它會給你4、5個0 可是無論上下哪一種 因為你PASS都驗證通過了 它會給你一個2、5個0的一個Flag 那你會說 可是我系統可以信任的服務 又不是只有這兩隻程式 也有可能是從C槽、Windows、System32底下 其他的路徑裡面的程式 它很重要 但是它不是這兩隻啊 那它就繼續再往下驗 往下驗的時候 要去驗證說 如果你是WOW64 或者是System32底下的程式 那它還是會給你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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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個0的一個Flag 所以到這邊你可以知道說 無論是你是很敏感很重要的 這兩隻程式 它會額外給你一個Flag之外 只要是系統發起的目錄 只要是系統可以信任重要的System32 或者是WOW64 這兩個目錄發起來的 非常重要的關鍵服務 那基本上它都一定會給你2、5個0的服務 2、5個0後面這樣子的一個Flag 所以你會知道說 我們在第一層驗證裡面 只要拿到這個Flag 基本上就算是路徑驗證就過了 那你可以繼續往下走 那就是剛剛那一階段就在 第一階段就在驗證路徑的部分 那它驗完之後就會寫到 TrustedFlag這個標籤裡面 然後交給 AI is exe self to auto approach 這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裡面 實作的就是我說的第二層認證 那這個第二層認證做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呼叫完 第二層認證呼叫完 這個函數返回的時候 再執行 RPC revert to self 所以你要知道說 從剛剛前一階段 我們上一次出現 RPC impersonate client 這個function 把自己給降級 USC服務把自己降級 到這一層 第二層認證 第二層認證全部執行完成 中間我們都是比較低權限狀態 所以如果你想要打USC服務 想要拿到高權限 基本上你就不能 在file mapping到第二層認證中間 去進行攻擊 你必須挑其他的時段 USC是高權限狀態去打它 那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在第二層認證裡面它的實作 那第二層認證實作 其實就在檢測 它一開始function一走進去 它就先確認你的第15個bit 的左邊有沒有東西 那其實你按照前面的邏輯 去推算一下 這0x15個bit 這個0x15個bit 正好是我們剛剛講的2 後面5個0的這個flag 所以如果你的第一層認證 最後有走到你的pass的路徑的prefix 是C槽WindowsSystem32 或者是WOW64 這兩個任意一個目錄 基本上你就可以拿到 第一層認證的flag 可以通過第二層認證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你第一層認證過了之後 我們就這邊認證也過了 那你就繼續往下走 就會看到它像這樣子去實作 它用了Mapping View of File 把整份檔案給讀進來 接著它去用LDRResearch ResearchResearchResource這個 function 去驗證說你的資源檔 就是每支程式都在編譯的時候 可以簽入一個Manifest的資訊清單 它去驗證你的資訊清單裡面的 那個XML格式裡面的文件 有沒有去標記 Out to Elevation Out to Elevate 這個標籤 你有沒有 這支執行程式本身 有沒有把自己標記為 它想要被自動提權 如果有的話 它這邊用了一個算數邏輯的減法 去看它的XML上面是 最後的回應結果是True or False 如果程式本身在A階段的邏輯 認證A就有過 然後你認證B的時候 程式自己也想被提權 一個是你有資格 認證A是驗證你有資格 認證B是認證說 你這支程式不只有資格 那你自己也想要被提權 這兩件事情都達成之後 那接著它就會看到 去確認說你這支程式 如果是MMC的話 它會去額外去驗證說 如果你的程式是MMC 那它就驗證你的參數的部分 如果你的程式不是MMC 但是你已經自己想要被提權 那接著它就會給你一個 1010000的一個Flag 那你只要拿到這個Flag 基本上在接下來的步驟 執行到Concent.exe的時候 就不會彈出UI 所以你會知道說這個Flag非常重要 那你會說為什麼是MMC 因為Windows本身的MMC這個服務 它允許你裝入大量的插件 所以它後面驗證的事情 就在驗證說你MMC的插件 本身有沒有那麼惡意 那再繼續往下走 你可以看到說 那有些程式 就是因為其實你用Vue Studio 在編譯AutoElevate 這個標籤的時候 其實不好編 那你可以繼續去看 有些程式 它可能不一定要自己想要被提權 但是它是有那個權限的 所以你接著往下跳 你可以看到說 它去驗證你現在執行的這支程式 是不是在白名單裡面的 十支程式裡面的任何一支 如果是的話 它就在額外用了 AIP is Valid Auto Approach Exe 這一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裡面驗證的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版本號 還有你的Manifest裡面 執行階段跟編譯階段的程式 一支檔案名稱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你的版本號 那額外它在驗證了你的數位簽章 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這些東西全部都通過 那就可以代表你是微軟最新版 而且也沒有被Hijack的一支微軟程式 那它就會再給你一個4 後面5個0的一個Flag 那無論你拿到這一個白名單 允許你通過的一個Flag 或者是我們前面提到的 你把自己標注為AutoElevated的一支程式 無論拿到哪一個Flag 在接下來的步驟中 它會去叫Concent的時候 就不會彈出UI 那我們再接著往下走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它去驗證說 你USD服務去幫你看 你是不是要創一個 Debug的Process 或者是你創建的程式有沒有UI 那或者是你是不是以 比較高優先程度的方式 去叫一支Trial Process 那接著你就看到它有一個叫做 AI-launch-concent-UI 就是這個function 那在這個function裡面 你只要一執行進去 這個function就會彈出 concent.exe的UI 接著它就會回傳 這個function會回傳值 那如果你這個回傳值 其實就是concent.exe 那一個視窗 問使用者是或否的那個視窗 它的main function所回傳的value 所以它去驗證說 concent本身main function return value 如果不是零 你的main function如果return不是零的話 它就不會幫你提選 那等於說如果它有任何error 就會放在main function裡面 那你進去細看到 AI-launch-concent-UI這個function的時候 那它其實做的事情就是 USD服務把trial process的 比方說pass啊 或者是它的程式的參數 然後它的檔案 file mapping進來的檔案內容 全部都放在USD本身的process裡面 記憶體裡面 然後下一步你可以看到用swprintf 去用自竄竄接 然後把concent.exe 後面用pyu,pyu,pyp 那它分別傳入的value分別是 目前的current process ID 還有剛剛我們存到結構 USD裡面負責記憶 新的trial process的資訊內容的 一個一組結構體 那接著它底下就用 AI-launch-process這個function 去叫起concent.exe 不過它創建的時候 它用了暫停住的方式 suspended flag 也就是說它這邊創建 用AI-launch-process 一創建出來的concent.exe 本來是不是應該要直接彈出視窗 但沒有 它第一階段先 這個function 會先創建出concent.exe 暫停住的一支process 然後file mapping完成之後 那接著它會先底下用了 AIP-verify-concent這個function 然後把暫停住的concent.exe 用read process memory的方式 去讀它的nt-header裡面的hash 是不是正確 如果不正確就代表 它可能concent.exe 本來是用來驗證 USD接下來的程式 有沒有那個權限去提權 那如果它的程式有被截詞的話 那它的nt-header可能會被寫 可能會被改寫成其他的 比方說用process hollowing的方式 去改寫掉 所以它要避免這件事情 那再接著下一步 你可以看到它去驗證說 那如果剛剛驗證程式沒有被截詞 那程式本身的發行的公司 是不是微軟發行的 如果是 那這兩件事情都通過 程式碼沒有被改 然後發行的公司也是微軟 那就通過是 這個 就認為這一個concent.exe沒有被截詞 那再接著下一步 它就用了 因為你驗證concent.exe 這程式沒有問題嘛 那它接著用resume thread的這個function 去把concent.exe的程序給叫起來 那這時候你就看到它彈出個視窗 那你會知道 到這邊你會知道說 其實在USD服務的appinfo.dl 裡面的 AI Launch Administrator Process 這個callback function裡面 其實它沒有針對 驗證A跟B如果都過 那認證A B如果都過的情況下 它其實也沒有特別去驗證說 你有那個資格拿到比較高權限的程式 它還沒有比較特別多的處理 它一樣是一律把資訊都丟給concent.exe去讀取 所以認證的那一關其實是放在concent.exe本身 回來去讀USD Process裡面的memory的結構題 然後驗證你A B都過了 那concent.exe本身去決定它要不要談視窗這件事情 那concent.exe那個UI function 那最後 因為使用者看到那個彈出來的視窗 它有可能按視有可能按否 或者是把整個視窗打叉叉嘛 那如果你是打叉叉或者按否的狀況下 它的value就會變成是 如果是打叉叉的情況下會是102 那如果你是按否的話就變42B 那這種情況下它就會 在我們這個AI Launch Concent這個 function裡面 它最後的回傳value就會是1223 但如果你的concent.exe是放行的 認證完之後是覺得是要放行 是要讓它拿到比較高的權限的 那它就會回傳value是0 所以最後你就會看到 最後它就會質詢進去 就是因為你認證都過了嘛 你全部的認證都過了 那你的concent.exe認為你的程式可以過 那接著它就會用AI Launch Process 去把你的trial Process 以高權限的方式叫起來 那它叫的時候 剛剛我們整個過程中你會看到說 它叫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複化出 我們要複化出一支新的trial Process 事實上這個應該整個過程應該 UAC服務只是負責認證 所以最後複化出新的執行序 不應該由UAC服務來實作 所以它最後用的是RPC Async Complete Code 這個方式 然後來複化出新的就是 這時候這個方式一執行下去之後 Kernel會收到通知說 現在你整個認證都過了 然後你的process也用AI Launch Process 複化出新的暫停住的執行序 那這個時候你呼叫了RPC Async Complete Code 這個方式一執行下去之後 Kernel知道說你整個認證過程 全部都走完了 那這時候Kernel就會幫這一個新的暫停住的process 做file mapping 然後分發權限 還有放一個新的執行序進去 然後走到address of entry 那你的新的程式就叫起來了 那如果我們全部overview一次 那你會知道說 由左到右是我們的時間線 我們tile line 那由下到上是全線的控管的切換 上面是高下面是低 那你整個看起來的話會像這樣子 一開始會先確認說你的process parent process沒有死 那沒有死的情況下 他才會再做下一步階段 先從高權限先降級成低權限 然後以dacl的方式去做file mapping 那file mapping之後 他會把使用者想要叫起來的那支程式的path 做兩層的轉譯 就是先用get alone pass name w這個function 先拿取一次路徑 再用我們剛剛講的 rtldose pass to relative nt pass 這一個function 去轉成有斜線問號問號斜線的一個 dose device的全局的一個pass 那通過兩層的轉換之後 你可以看到前號p拿到了這樣的pass之後 再通過第一層認證跟第二層認證 然後再透過rpc revert to self 打回去拿到比較高的usee權限 那如果這兩層認證都通過了 前號p認證兩層都通過之後 最後就會用ai-launch-concent-ui 然後去彈出concent.exe 幫你確認這支程式有沒有資格拿到高權限 再用ai-launch-process去叫起使用者想要叫的程式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好像有一個問題怪怪的 你認證的時候你在認證的階段 usee服務在認證的階段 它會把使用者傳入的參數透過兩層API去轉換 然後拿到一個前號p 那接著無論是認證A或認證B 都在驗證這個前號p 但是你實際在叫新的process的時候 是用哪個pass去叫 它是用ai-launch-process這個function 是用使用者傳入的路徑 去叫一支新的process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說 假設我這邊 你就會發現一件很母湯的事情在這邊發生的 就是明明我驗證的時候是驗證前號p的路徑 但實際上叫出來的程式是叫使用者傳入的input 那假設我們這邊在兩次的API轉換的過程中 會導致前號p跟實際原始使用者傳入的pass不一致 那我們是不是就有辦法達到讓USD驗證的時候是驗證前號p 但我們實際叫新的程式是叫另外一個我們想要傳入的程式 那根據這件事情我們就可以來提一下裡面有什麼issue 那在這個我們剛剛整個overview完整個USD的 整個提權的過程中你會知道說 它中間我們只要有辦法讓前號p跟使用者傳入的pass有不一致 也就是說在那兩層function我們只要能夠讓一個pass經過那兩次的轉換 最後拿到的pass結果跟原始不一致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拿到認證跟達到認證階段跟實際執行是不同程式 那根據這件事情這個問題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由Tankable Security提到了這樣子的一個攻擊技巧 但這篇部落格裡面認為說應該只有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 白名單裡面的那十字程式是可以這樣子做利用的 那他認為那三個條件要全部都達到 像是有數位簽章或者是有數位簽章 再加上從可以信任的目錄發起 然後再透過這個pass上面的不一致 這三個條件全部都得達到 但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做深入研究 就是關於那兩個pass是怎麼轉換的那兩個function 那你可以去看Google Project Zio裡面的這篇文章 還有MSDN裡面的pass normalization 還有format overview部分 那你看完之後你會知道說像是我們平常最喜歡用的 比方說你的低槽底下的讀書計劃 或者是你的通常會是pass會長這樣子 就是會有一個c的valent 然後什麼資料夾 那這個是我們所謂的dosepass 那像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個unc的路徑 那你就可以斜線斜線server IP 然後或者是不同的domain name 那比較有趣的是 你在看MSDN裡面的pass overview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有提到一個叫做 dose device pass的這樣的一種類型的路徑 那這種路徑描述格式 你可以看到它有斜線斜線點斜線的 prefix 也就是說你只要包含斜線斜線點斜線 後面可以串接一個valent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斜線斜線點斜線 這是一個namespace 底下有多個由windows kernel 所分發出來的不同的valent 然後他們最後都會分 串接在斜線斜線問號斜線底下這個 prefix 底下 那比較有趣的是 那怎麼會有斜線斜線問號斜線 這樣子的一個 prefix呢 那這個就要回來扯到 做pathnormalization的部分 那在pathnormalization你在MSDN的官網上 你可以看到如果今天你要創建一個新的資料夾 或者是創一個新的檔案文件 那這個時候通常會牽扯到 總共六個步驟的部分 第一個是windows kernel會先確認說 你這個路徑是絕對路徑還是相對路徑 如果你今天是相對路徑 那我要幫你串接上你當成的資料夾路徑嘛 然後接著再幫你做像是 你因為windows底下只有斜線沒有反斜線 所以他就把反斜線全部replace成斜線 那接下來去驗證說這樣子的一個路徑是不是合法 那如果合法的情況下 他就會把最後一步 倒數兩個步驟是最重要的 他先把無用的字串給 就是做strip 掉 那他strip 的東西像是 有些路徑喜歡用點斜線點斜線一直去往後做pading 像點斜線這種東西就可以直接replace掉 或者是你的點點斜線想要把上一層 回到上一層資料夾 這種東西都是在這個步驟做strip 掉的 那他在做有趣的地方 這兩個步驟裡面 第一個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無論是我們剛剛說的點斜線當成目錄 這種東西要replace 掉 或者是點點斜回到上一層目錄 這個也要做自串的切割 那比較有趣的是在裡面他提到說 如果你的目錄的名字 目錄名字本身是有包含空白的 在這一階段他也會把空白給strip 掉 那你會說那頂多就是我可以創造出一個 有空白的一個資料夾 那這有什麼大不了的 那有趣的是下一個步驟 在下一個步驟他有提到 那個斜線斜線問號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為什麼會有dose device的這種類型的path 可以允許你用斜線斜線問號斜線這樣的 prefix 的原因在於 像是因為windows 10之後允許你用超長目錄 就是以前一個windows的目錄最多就是256個byte 但是他現在允許你用到超過256個byte 那他怎麼做的 那他其實就是把你的文字配定到256個byte 然後你文字超出去的時候 他再幫你配定下一個256個byte 等於說每256個byte為一個block 那就會出現到一個問題 如果你現在指針point到指到了下一個block 可是你這個路徑本身是一個超長路徑 那你在解析下一層下一個block的時候 萬一中間正好上一個block的尾端跟下一個block的頭 他中間有space這種狀況要怎麼處理 或者是有中文字這種有編碼問題的狀況 所以他就出了一個這樣子的斜線斜線問號斜線 等於說只要你的路徑上面 你的路徑一開始 prefix是斜線斜線問號斜線這樣的狀況 那後面我就不做path-normalization 那這聽起來很有趣喔 如果我可以用斜線斜線問號斜線來避開path-normalization 但是我在正確的一般的程式驗證的時候 是不是都應該要經過path-normalization 因為一般的程式不會幫你自動補斜線斜線問號斜線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斜線斜線問號斜線的path-normalization 來出現驗證的時候有空白 但實際上執行的時候沒有空白 所以你會出現用法就會像是這樣子 我們前面有提到USD認證的時候 會用到get alone path-name w 然後再加上rto-dose path-name to relative path-name 跟這個function做兩層的轉換 那這個過程中你可以想像成像這樣子 比方說我今天使用者 我是一個壞壞的使用者 我今天有C槽底下有個sifood 那我故意補了一個空白 那這個時候我底下放了一支sifood.exe 那經過第一層轉換 get alone path-name w轉換轉出來之後 那因為我沒有補斜線斜線問號斜線嘛 所以它這個路徑通過nt的get alone path-name w 應該要經過path-normalization的過程 所以我們的空白 附的那個資料夾後面的空白就會被做trip掉 那就會被刪掉 那刪掉之後再經過rto-dose-name path-to-relative-nt-path-name 這個function去幫你補上斜線問號 問號斜線的prefix 那如果這個程式驗證過了 那叫出新的trial process 那它實際叫的時候還是會叫我們有空白那個版本的路徑 那這個例子可能有點難想像 那我們換一個例子 那今天如果我是在c槽windows空白下有一個system32 底下有一個a.exe這支程式 然後我最後uac在認證的時候 因為會經過path-normalization 所以它在驗證的時候會去驗證 c槽windows底下system32的a.exe 有沒有數位先章 或者是有沒有auto-elevate 然後它的路徑有沒有合法 但我們在叫程式的時候 它最後叫程式 如果這邊都驗證過了 那uac實際上在叫程式的時候 應該要去叫c槽windows空白system32.a.exe 這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我們今天有一個打法就是 我們今天可以把一支程式在 正比方說c槽windowssystem32底下 有某一支程式 有數位先章 有auto-elevated 然後它的路徑也是合法的 那我可以讓uac去驗證這支程式 但我實際執行的時候 我擺 我故意去創第二個路徑 是有windows空白的一個路徑 那這個時候實際執行是執行二一程式 但驗證的時候是驗證 沒有空白的正確合法的系統程式 那這個東西 那聽起來 可是我想要精確的控制到c槽windows空白 感覺 我在c槽底下開資料夾理論上 是不是感覺有點敏感 那事實上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 因為windows的dacl的全線控管 檔案全線控管的部分 它 只 避免那一些像是你想要寫c槽windows 這種已經既有的目錄會有檔案全線控管 但是你在c槽底下開新的資料夾 是沒有全線控管的 意思是我開新的資料夾我想開幾個就開幾個 就是當免洗塊這樣狂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我今天開 我想要開一個斜線windows空白的這樣的一個目錄 我們只要補上斜線 斜線問號 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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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線問號斜線 這樣的previx我們就可以跳過Personalization 達到創建出有空白的路徑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件事情 剛剛提到所有事情全部串在一起 那 第一件 那我們就可以組合出我們攻擊的向量 那也就是說我們要達到uac提權 那我們又不想彈出concent.exe的那個ui 那我們會有兩層認證要過 第一層認證會是Personalization的問題 就是它會去驗證你是不是system32 或者是wow64底下的程式嘛 那這一部分我們可以透過我們剛剛講的斜線問號斜線 斜線 斜線 問號斜線這樣的prefix 來跳過Personalization 來達成攻擊第一層認證 那第二層認證的部分我們就是在認證b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我們要嘛是版本正確數位先章也沒有問題 然後版本最新的微軟程式 或者是我們是一支就是有自我標註為auto-ability的一支程式 無論是這兩種中的哪一種都可以過認證b 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我用dl-cylonding的方式去做hijacking 所以這邊要特別介紹就是有一個很棒的工具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工具超級無敵好用 但是沒有人去幫他按行星 我按了啦 但希望各位幫他按一下 給他一點鼓勵 對 那這個工具好用的地方像是這樣子 呃 這部分是demo一下 呃 這工具他有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呃 先給大家看我這 我目前的實驗環境像這樣子 呃 大家可以看到說我的版本號 我現在更新是更新到最新版本的Windows 今天更新的 然後呃 我的版本是Windows企業版的最新版這樣子 然後更新上到最新 然後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你可以去用 它這個叫做Silfra的這支工具 它允許你用 它有提供你像是files again 然後從記憶體做時間 你無論是要爬IT表的方式去做時間 或者是用記憶體方式去scan 那你可以用-f去指定 你要去掃哪個資料夾 然後它就可以幫你去找出所有 有DL 你目前掃的那個資料夾底下 有多少個程式有DL 塞隆頂的問題 那根據這件事情來說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找到說 像是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程式 就是它認為說有問題的 那你可以看到說我這邊標記的部分 我這邊有指定說我想要去 hijack 一支有out to elevated的一支程式 就是在認證B部分把自己標記為 是out to elevated的一支程式 那你可以看到我有這麼多程式可以去用 那比方說像是我想要劫持 我們往上滑 選一支程式來打 比方說我們想要打 比方說我們想打這支好了 像是我們想要打 C槽WindowsSystem32底下的 dccw.exe這支程式 那為什麼我會極度推薦這支程式呢 因為做第二塞隆頂的工具實在是太多了啦 就是 那這工具好去有用的點就是 因為它允許你動態的做感染 所以你還可以用sylphra 64 然後減減mode 然後做infect payload type 然後你可以決定說你要注入 被感染的東西你要做 彈出一支程式或者是注入一支module Live demo好緊張喔 然後我這邊彈的是mspaint去彈一支小畫家 然後你這邊可以看到說 那這支程式有哪些module可以做injection 那你可以看到說這部分 它像是有mscms這支module可以做解持 或者是dxva2這支module可以做解持 所以你就可以決 你要感染的程式 你要感染的module是哪一支 我希望有這支module 我猜我沒有猜錯目錄 好這樣子 好那我就可以output出一支感染過後的module 好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它就把你吐了一支感染過後的 會跳出小算盤的一支module 那我們再把這支程式給叫回來 我們感染這支程式叫做 叫什麼啊 在這裡 我們可以把這支module給叫回來 就是拷貝到你目前的這一層目錄 好我們複製回來之後你可以看到說 在我們的資料夾裡面現在有一支可以解持的系統程式 還有一支可以用來解持這支module的系統的一支module 感染過後的module 那你可以看到說因為explorer本身是低全線程式嘛 所以我現在點開這支程式 你會看到它彈出usc的 要求你promote 使用者的promote 問你要不要提供全線 那如果我按4的情況下 你就看到拿到一支高全線的usc的一支小畫家 高全線的小畫家 可是我就是不想要它跳出那個concent的ui 所以我的payload其實寫很簡單啊 就像這樣子 這樣 那其實整個過程中整個打法 這payload就只有20行 但是做法像這樣子 因為我們前面要先創資料夾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用了斜線斜線問號斜線 然後再補上c槽windows的一個空白的一個路徑 那我們因為有斜線斜線問號斜線的prefix 所以我們可以繞過pass normalization 那我們就可以用windows的create dictionary w 去創建出很有空白的路徑 那我們再把我們剛剛這兩支程式給叫去 放到那裡面去 分別是 dccw.exe 跟我們的dxva2 dxva2.dl 好 那這個腳本我們把它執行起來 然後接著你就可以在你的 c槽windowssystem32底下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資料夾是 還有windows它後面還有一個空白的一個資料夾 那我現在拷貝的這一支module 跟 那支dl啦 剛拷貝錯了 熟悟熟悟 好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我常常去叫這支程式的時候 它就會彈出一支小畫家 但是這整個過程中已經沒有UAC的權限 而且mspaint是已經拿到最高權限的狀態 這邊demo到這邊 那接著就是我們要去探討一下 其實我們剛剛在這兩個驗證的過程中 我們利用手法 基本上它的你會發現說它認證的過程中 其實沒有很詳加認證說自己的系統服務 有沒有被hijacking的狀況 因為這其實蠻難擋的是真的 所以認證過程中 認證A的狀況下 我們透過寫寫寫問號寫寫去做B開 在認證B的部分 我們可以結實任何一支程式 甚至你可以像我這樣子 就是自己帶一支自己的程式 就是假設未來哪天這個 這個可以被siloning的module 全部都被補起來了 都被補起來了 你可以帶一支舊的Windows 舊版本的Windows裡面 可以被siloning問題的系統module 然後帶到新的電腦裡面去跑 也是沒有問題的 你要改其他的名字都沒有問題 只要你這兩層認證的過程中都可以過 那你就可以拿到USD權限 那最後這是一整個本地提權的過程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我交談 那以上是QA 謝謝大家 好 現場會中有沒有問題想問的 有嗎 有嗎 好看起來 謝謝 謝謝馬達很詳細的分析 然後我覺得那個詳細的講解 能夠讓我們連結整個Windows的運作 以及它怎麼利用那個兩層的保護 來保護相關的程式 剛剛你用那個 相關高權限的那個 程式的那個 那我的想法是說 是否能夠 用Memory Bubble Overflow的方式來執行 達到同樣的目的 這個問題是完全可以的 就是你這個思路很棒 如果今天有一個系統服務 它確定有Bubble Flow問題 它可能是 比方說執行在 CSAO Windows System 32 底下的某個Process 那它本身比方說 之前有出過是 消息機制的方式 比方說你可以打它的視窗 或者是做Injection 那如果你可以劫持得到 然後它又是在 可信任的目錄底下 那這是完全沒有問題 也是一個攻擊 就是不使用CylonDean狀況下 拿到高權限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個是否會比較簡單一點 對於攻擊者的那個角度來想 因為這有現成工具 還蠻方便的 但你說那個是 一個非常好的思路 還有兩個問題嗎 好看起來 那我問一個問題 那你大概花了多少時間 在Reverse UAC的部分 Reverse UAC 這問題很難回答 因為我是六月的時候 邊喝酒邊膩 膩了兩個禮拜 所以可能膩的比較快 因為有喝酒 所以膩的比較快 所以平常可能一個月啦 我猜我猜 我希望一個月可以膩完 好沒有問題 好那沒有問題的話 就掌聲謝謝ADR帶來進場演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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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